如果首先现在网路上 或者有一些书籍 特别是像英文的著作 都很流行讲接地气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为什么现代人特别需要接地气呢 现在的人其实 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生了好多的病 可是真正的原因 大家都比较说真的 很难用太多医学的方式去解释 可是我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什么人生什么病 它大概缺氧一定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起始的原因 对...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这个图表 缺氧到底对我们身体 产生了什么问题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的剧烈 那我想说 今天很难得的机会跟各位介绍 就说我们用什么简单的方法 知道我们自己身体缺氧 好 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酸性体质 对 很早就说我有酸性体质 对 缺氧会造成酸性体质 那为什么缺氧 酸性体质它到底对身体 是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一旦有酸性体质之后 就会有这个氢离子多 那氢离子一旦多的时候 这时候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氢的离子就是这个正电荷太多 对 身体正电荷太多之后 大家最怕的自由基伤害 发炎反应 一缺氧 一鼻塞 一打鼾 你身体就开始发炎 所以研究报告 耐性的发炎 对 这个青少年 这个一打鼾 一鼻塞 一磨牙 就会全身有发炎的症状 就还有过敏 对 学习能力就变差了 也会降低 对 那这个身体一旦发炎的时候 就很麻烦 如果不运动 是 没有运动出去流流汗 全身可以发热 来解除这个发炎的问题的话 这个氧气它其实后来 氧气送过来这个发炎组织 它又是高温 又是高压 氧气进不去 那这身体就越来越不好 所以为什么要运动 所以现代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有一个仪器是可以测 对 好 是不是要来测给我们看一看 那简单一点 就给各位示范一下 就说假设我好了 它这个如果说是健康的素质 大约在这边 那看看我累了一天 健康不健康 还好 还好 是还好 就散在那个 对 那边就是 大概25 25 那如何去让这个电位恢复正常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 是不是这个 PH值是偏酸的 通常我们就是 陈迅玉老师 他常常会建议我们用个 食蕊式质 我知道那个陈迅玉老师 你是对 因为很多的西医 是不认为有酸性体质 但是你一直坚持是有酸性体质 对 我们的唾液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 那我发明另外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唾液是体液之窗 OK 我们只要把唾液的酸减度测一下 就发现 这个人为什么唾液只有5.5 就可以知道你组织液的酸减度 所以我反复的验证发现说 唾液真的是代表一个人的酸减度 所以唾液越酸 它的体质也越酸 没错 就是这样 临床上我也是尽量去累积经验 结果我就发现就是说 我想问陈姐 我们牙医师都说 有牙结石就不好 对不对 那当然赶快去把牙结石洗一洗 可是后来我发现 有牙结石不见得一定是坏处呢 是吗 他们不是说有牙结石就容易有细菌 然后就造成牙齿的腐蚀 没有错 但是有牙结石 我们常常去测它的酸减值 了不起6.8 了不起6.7 这个嘴巴酸性值不会太酸 OK 但是你看看下面这一位 它的唾液测起来大概6.2 6.3 结果我帮它做牙周病治疗之后 非常非常的高 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牙结石它的口内 回到中性的能力 它整个身体酸减中和能力还不错 你刚刚是说因为大气里面 所以现在缺氧了 所以造成我们缺氧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说 我们身体里面静电很多 跟我们周围很多很多的电器 有没有关联性 跟这个东西我认为 关联性当然是有 因为比如说辐射 电磁波 但是实际上最大的影响 还是这个氧气 因为缺氧就会静电太多吗 是这样子吗 缺氧你身体的静电会多 为什么 刚刚有提到这氢离子浓度一高 氢离子浓度一高 你细胞膜的电位就不对了 大家都知道 氧气要进到细胞膜里面 氧气要进到细胞膜 它要有足够的电位差 如果你都是正电 你负电都没有 这时候这个氧气 它就进不到细胞 也进不到立腺体 OK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有些人就说 透过一些接地 来去让这个身体的静电释放 到底有没有意义 也许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是 有听过接地气吗 你们 有 其实这两年在欧美 非常流行这个接地气 当然每一种这种新的科学 发来 发生的时候 流行的时候呢 都有正反的意见 其实在我们把它叫做 科学上把它叫做边缘科学 你知道边缘科学 大概有十分之一 会变成主流科学 当然会有九分 百分之九十可能会 以后会被淘汰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目前认为 它是一个边缘科学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会变成 主流科学 为什么 因为它的确有这个道理 但是因为它太新了 所以还要有进一步的 这个原诊的去论证 它的观念是怎么样 是把我们的 怎么样的定位恢复正常呢 就说我们通常会 透过一个接地的程序 也许有的 就是一般家用 它有一个三叉头 这个要先确定 它是不是真的接地 像我们有测试过 它有接地 那我一只手握着这个头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数值 你看我从180 慢慢一直掉下来 150 140 130 我的电就放掉 就是我们办公的时候 脚就脱鞋子 脱袜子 才在这个位置 假装它是地 因为我们人应该跟大地连接 对 我们跟地球 我们人就是土做的嘛 它应该电位是 没有电位差 应该跟大地连接 但是现在的人 又穿了橡胶鞋 然后又处在高楼大厦 所以就离地很远 所以你们用这个来接地 我一接地之后 我的电位差就降下来 就慢慢降下来 好 很多的观众朋友 可能搞不清楚说 什么叫三个洞 我昨天也搞了半天 所以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 看一下好不好 对 像这个 我们刚刚就试说 它这个插座 那我们透过这个简单 它会我们买的时候 它就送一个仪器 告诉我说 这个有没有接地 橘色的灯 两个灯都亮 就代表它这个 它这个插孔 它真的是有接地 所以这叫三插洞 就是有接地 它确定有没有接地 所以你躺在这里的时候 就好像踩在地上 对 那我刚刚用 三用电表做个测量 代表我的电真的在放 所以我通常就是说多运动 到户外运动 打四脚 在运动之前 先把鞋子 袜子脱掉 裁裁干净的草坪 喝喝水 晒晒太阳 让微血管开始扩张 静电开始排掉 喝一点水之后 五到十分钟 你再去运动 精神会特别好 可是你也有试过接地气 可是你发现 对你好像效果不灵 不是效果不灵 就是叫两害相权 我是不是要取其轻 因为我个人是含性体质 我有甲状性低下的问题 所以手脚比较会冰冷 那我等一下也会说 我们人的体温 在末少最好在三十一度 那地上很少三十一度 除非是大热天 那我前几年到美国去整修 我美国的房子的时候 打赤脚 后来膝盖痛 为什么 我发现 就是我那个地上太冷了 有时候到摄氏十度以下 那后来当然我自己治疗了 我后来就直接就 就常常去加温泡脚 或者去远洪弯线 慢慢慢慢起开就好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个接地气是很好 尤其在地上走路 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要考虑到说 这是冬天还是夏天 周一也说寒从脚下起 所以防寒是很重要 不过呢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很多人认为说 采那个草地是最好的 第二个呢 他们说石头也有地气 家里如果是石英地砖 也可以 但是如果铺了木材 木头的地板 或者是这个地毯 就没有办法接地气了 那当然到沙滩是更好 沙滩是最好的 这个接地是最快的 是 所以其实现在有 因为这个理论 也有各种产品产生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床上怎么接地气 当然要先确定那个 插座有没有接地 就是你家的插座 一定要接地 有接地你就去插它 如果没有接地 它有另外附 就要到外面去接的一个插座 那它这里面这个线 它就是有这个金属的 通电的效应 就可以帮忙拍了 所以只要躺在上面 就可以了 睡眠品质多少会改善 你有试过吗 我大概试的就是特别踩地 累的时候就去踩 平常要睡午觉大概 再加上深呼吸 大概就可以 比较不会那么累 你比较适用刚刚那个 因为我是在睡眠时间太少 真的 好 那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工作人员 他们蛮细心 就是说去买这个 有金属的通电的这个网子 再加上这个简单的 接线的这个插头 是 它也可以达到 简单接地的效果 所以就把它插到那个 刚刚那个三头插座 如果它是有接地的话 对 那你就可以达到 简单接地的效果 你躺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对... 那你踩在这上面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 要简单喔 你白天就放到办公室 如果说你确定它是有通电 就可以了 不用去看照医师 我们在家里 也可以这样做 对... 先接地 再在太阳喝喝水 再再去运动 就等于深呼吸 效果就很好 所以运动也非常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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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